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大家好 这里是雕龙小金 我在博客中提到了 原来用的阿里零服务器压到七了 续费非常非常的贵 然后双十一活动也没参加 导致给博客找服务器的选择就三种 要么是继续续费使用当前的服务器 这个花费就比较贵 但是不用搬家之类的 或者第二种选择是参加阿里零的双十二活动 继续只购买一年的服务器 花费八百块钱 然后等待下一年的双十一 借用其他新用户再购买三年的服务器 这里需要花费八百块钱 一共是一千六 只需要阿里零内部切换服务器就可以了 然后第三种选择就是购买等讯云服务器 因为我还是等讯云的新用户 可以参与非常优惠的活动 购买三年只要一千五百块钱 但是需要签议博客签议网站 重新搬案等等 最后我的选择是购买了 等讯云三年服务器 花费了一千五百块钱 推荐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我这篇文章 关于购买云服务器的一些坑 先来看一下我搬家的情况 我的日名是在阿里零购买的 然后DNS服务器也是用的阿里零 但现在不是了 现在我已经修改过来了 当时用的是阿里零的DNS服务器 然后搬家之后我的服务器是等讯云服务器 这个 所以我的博客网站这种情况应该是最复杂的 我的这种情况都没问题 如果你有搬家的需求 看我这个视频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整个搬家过程需要考虑的东西比较多 但是我累了一个大纲 所以步骤流程还是挺清晰的 根据这个步骤栏应该没问题 等会我会用其他的一个服务器 再来搬一次 首先如果你买的是国内地区的服务器 比如我这里在上海 买到服务器的第一步就是备案 首先去提交备案 因为备案是需要时间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备案的期间做其他的事情 比较有意思的是 就算我在阿里零已经备案了 服务器从阿里零切换到等讯云 还是要再次备案的 这里一定要想清楚 你是否决定购买国内地区的服务器 我的博客在阿里零也是备购案的 但现在还是需要再备案 当然虽然叫重新接入 但整个过程其实和备案没什么区别 整个备案过程我差不多花了将近十天 具体的一些其中过程 推荐看我的博客 现在还没分享出来 但是读片我本地都有 过两天我会将其中的一些过程 整理成一篇博客 然后放在这下面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是备份 在网站搬家签一博客时 一定要备份这里分享一下我的备份手段 我是将网站打包以及数据库导出备份到本地的 比如这是25号备份的两个文件 这是网站的压缩文件 这是数据库的文件 首先来备份数据库吧 备份数据库有两种方法 我们可以通过面板进入数据库来手动来导出 比如我现在已经进入了数据库 找到自己博客的数据库 我是这个 然后选择这里导出 执行 这样子就让这个数据库备份下来了 因为我们是在这个面板导出的 下次导入时也要进入这个面板导入 选择这里 还有一种稍微简单点的就是 我用的这种方法 通过计划任务的方式 添加一个计划任务 备份数据库 然后添加 但是我这里已经有了 有了这个计划任务以后 选择执行 然后看一下日志 12月29号 已经备份成功了 说明刚才我手动将这个计划任务执行 并且已经执行成功了 看一下备份 备份时间 12月29号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文件 然后将它下载下来 这两种方法都可以 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导出方式 就要选择什么样的导入方式 比如我这个数据库文件是在外面导出的 所以我要导入时也要在外面导入 这是数据库文件 然后再来备份网站文件 将整个网站打包下来 在打包之前一定要做一件事情 尽量减少整个网站压缩包的体积 可以删掉一些你不要使用的插件 第二就是尽量压缩你的图片 我的网站图片没有压缩之前是400多兆 这还是12月08号的 已经472兆了 12月25号估计都有550多兆了 所以不管是打包压缩还是下载都非常艰难 但是读片压缩以后 只剩下200多兆 整个过程非常的轻松 所以我还是非常推荐大家压缩读片的 我的读片压缩插件是它以前分享过 也是由TunnyPNG开发的 至于它的一些具体使用可以看我的博客 因为以前应该分享过 这里 这篇文章 接着就是打包整个网站 选择全部 然后压缩 压缩 整个过程差不多需要几分钟 看你们服务器的配置 现在已经好了 我这压缩以后只剩下200兆 所以速度挺快 然后将它下载下来 我们整个网站就是由这两部分构成 网站和数据库 这个文件包含整个网站的一些股价 而数据就是填充其中 所以有了这两个文件 我们整个网站就已经备份下来了 然后将它们整理到一起就可以了 这就是备份 接下来是更改域名的DNS服务器 这一步应该是选做的 不做也没关系 但是考虑到备案的问题 我还是决定将域名的DNS服务器 从阿里云改成等讯云 现在一步一步来 与域名有关的主体 我觉得有两个 一个是域名的注册商 就是在哪里购买的 然后在哪里续费的 这就是域名注册商的作用 其次一个就是域名的解析商 就是为域名解析映射IP的 等会我们会看到 先来看注册 比如我这里的情况 我的域名是在阿里云购买的 所以我这里的注册商是阿里云 以后如果我想续费的话 也是在阿里云续费的 但是我想添加一条解析记录 却不是在阿里云 虽然我这里还有两条解析记录 但是这两条解析记录都已经没用了 因为我的域名DNS服务器 已经不是阿里云了 这里也说了 没有查询到域名DNS服务器的信息 这就是注册商与解析商的区别 当然没有这个解析商的说法 是我说的 我们在哪里添加或者修改解析记录 还是得根据这个DNS服务器来 而这个DNS服务器的修改地址 确实与你注册域名的平台有关 现在就很明白了 我的域名是在阿里云注册的 所以我要修改它的DNS服务器 也是得来阿里云修改 点击管理 然后就可以进入这个界面 DNS修改 修改成你想要的DNS服务器 因为我以后所有的解析都想放在 腾讯云 所以我这里修改成腾讯云的DNS服务器 点击修改 这里需要点入腾讯云的DNS服务器 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 所以先去腾讯云 搜索域名 找到域名管理 进入解析列表 现在我也有个域名 在站场解析 添加解析 按道理这里是添加这个域名的 但是已经被添加了 所以我先随便加一个 确定 然后选择解析 这里就将等讯云的DNS服务器 地址显示出来了 我们只要将这两个 填入到这里就可以了 比如我先选择一个 粘贴 再选择一个 粘贴 然后点确认 具体的生效时间可能需要三个小时到二十个小时不等 他这里也说了 最长需要72个小时才能全球生效 但是我们可以先添加 并不影响当前的解析记录 我已经将腾讯云的DNS改到这边来了 不管它有没有生效 现在我需要在这边解析了 因为这样生效以后 解析就会自动生效 我们原来的解析记录就不会暂时解析不到 所以我们可以先在这边将原来的解析记录添加到这边来 比如我这里有两条解析记录 主机记录是add的 记录类型是A 记录词是这个IP 将它拷进来 然后确定 再添加一条 这样子生效以后 我的日名还是可以无缝的访问到这个IP的 这就是第三步更改DNS服务器 按道理 如果只是网站搬家或者博客欠营的话 这一步做不做是无所谓的 但是我们国内是有不安的这个说法的 我不知道就算在腾讯云不安成功以后 然后在阿里云将这个IP替换成腾讯云的IP 腾讯云是否能够识别我这个日名是已经办案成功的 所以最后我还是一劳永逸的将DNS服务器修改成腾讯云那边的了 考虑到后面还有其他的步骤 一个视频有点长 所以这就算网站搬家博客欠营的第一个视频吧 有兴趣的朋友请继续关注雕龙小记 好的拜拜 请继续关注雕龙小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